這部電影未拍就已經省了兩件 真是不老禮 對,這麼邪門,人們還欠著做女主角 夠勇氣吧 那就看誰的命,誰的命長 就誰做主角 Pobula,你… 看完了嗎? 看完了,我們也要開工了 再見 對,沒問題 對… 對… … 我的… 我只有… 我… 我… Ivan, 那天在案發間屋的泳池邊 我看見Yvonne把這件黑色乾濕外套 放進寫文袋裡 我想看看這件衣服, 可能有料到 有些泥在, 這件衣服似乎曾經跌落地 你這塊什麼皮? 像是蛇皮 蛇皮? 有些藥 是人血 會不會是死者Annie的血? 只要跟死者的DNA做過比對 很快就會有婆婆 根據這個時間表 Annie的死亡時間是三點到四點 而兩點九到四點半這段時間 Kat Lee就行蹤不明 而且她的態度相當不合作 很明顯她有事隱瞞 到目前為止她嫌疑是最大的 雖然Eric可以證明 Kat Lee是兩點四十五分出去了 但沒有人知道她什麼時候回來 她絕對可以開車走開之後 再馬上回頭偷偷她去Annie房間殺了她 Annie和Kat Lee的弟弟 和人偷情的短片要威脅她 很明顯是有實行空的動機 她以為自己有不在場證據 只要延遲了一條片就可以瞞天過海 誰知千算萬算, 蒜頭還有滴血 就算有幾周密的報局也好 總會有白密的疏 現在我們就等發證的報局一出 證實滴血是死者, 我們就可以抓人 怎麼樣?Tim Sir, 報告是否出來了 出來了, 在Kat Lee的外套上找到血跡 跟死者的DNA是不合適的 不合適? 雖然血跟死者的DNA不吻合 但跟Kat Lee的DNA很近似 當中十二對染色體是完全吻合的 也就是說血是應該屬於Kat Lee的哥哥 或者是他弟弟 Kat Lee也是一個弟弟? 不好意思, 女士, 你突然這樣殺上來 我沒什麼準備 我待會約了人就快要出去 所以我有什麼希望你們開場還短暑 我會盡量提供協助 我們在NNA盤遇上當日 在你最高義外套上找到血症 發現結果顯示上的血症 是屬於你弟弟, 李澤群 又載到我弟弟那裡 你究竟想怎樣? 行不行, 姐姐 我和客家在等我, 我談完事就過來 不好意思, 李三 我們是西角龍循環組 為你和NNA盤的死有關 有幾個問題想問你協助調查 姐姐 我弟弟不認識NNA 跟她的死更加有關 根本就沒有任何問題 警察做事是說證據 不是你說無關就無關 我們在你外套上找到她的血症 所以絕對有理由懷疑 李澤群先生在事發當日 去過現場 甚至入過NNA盤的房間 跟死者有個接觸 荒謬 我弟弟根本就不可能去過NNA的房間 為何你這麼肯定 難道你當時是NNA搬的房間? 我姐姐沒殺過人 她當時也不可能在NNA的房間 阿忠 因為她來了大學宿舍 阻止我割墨自殺 那天大約兩點半左右 我當時心情很低落 倒落到想死 接著我打電話給姐姐 姐姐怕我出事 所以馬上趕來宿舍找我 阿忠 阿忠 你怎麼這麼傻 Jerry說要離開我 我很喜歡她, 怎麼辦 我陪了她一會兒 讓她心情平復在才離開 那時候是第二三點九歲 由宿舍走到去停車場 漏漏要五分鐘時間 再由大學開車回到去拍攝場地 最快是半個小時車程 我回到已經四點五個字 所以我根本不可能殺到Annie 事實就是這樣 不信的你們可以自己去查 我短期內都不會離開香港 所以你們有足夠的時間 不過你們最好分清楚 誰才是你們的調查隊長 我弟弟和Annie的死是完全無關 不要再騷擾她 我認識麻煩你 山水咕唬, 麻煩你 这发什么皮呢 現在這個圖表就是Cat這件外套 採到的泥土樣本成分 接下來的圖表就是你宅群宿舍外面的花圖 採到泥土樣本成分 兩個榜證成分都一樣 都有淡、淋、甲、臘、尾、鐵和碳 但很可惜香港有很多泥土 都有這幾種成分,所以沒什麼指向性 那就是不可以單憑這些泥 就證明Cat這件大學宿舍了? 沒錯 但Cat這件外套上找到的那塊蛇皮 就可以證明了 我給你一個,天上 那塊蛇皮是由Alarphorofo的Alarphorodiosa 俗稱三索錦蛇或三索扇蛇脫下來 Cat這應該是在大學宿舍的花圖附近 貼回來的 為什麼你這麼肯定? 空岸現場的大宅附近都有草叢 說不定應該去找到 不會,因為我在大學宿舍搜證的時候 看到有校園保安帶著蛇王走過 蛇王,前兩天就在發現有蛇 之前有人投訴過,說有蛇出沒都整個星期 你看看,蛇王 然後我看到他們真的在花圃裡捉到蛇 於是我就跟蛇做了活體取證 還拿了蛇少許血來提取DNA 跟Cat這外套上找到的蛇皮 做DNA比對 結果證實兩者的DNA是一樣的 是來自同一條蛇 證明Cat這確實曾經去過大學宿舍的花圃 Cat這有可能去過宿舍 不過也有可能是早幾天前的事 根據你所說,蛇已經出現了整個星期 很可能在案發前幾天,牠去過也不幾天 但是Evan的報告的確可以證明 Cat這在案發當日的確去過宿舍 沒錯,在Cat這外套上的水積經過化驗 證實有幾種化學物質 包括環狀二稀類化合物 二綠雙本三綠月圓和三綠殺門唇 即是殺蟲劑和花圃灑水器裡面的 殺蟲劑成分是完全吻合的 也就是說,在Cat這外套找到的水 是來自大學宿舍的灑水器噴出來的 Cat這跟她弟弟的感情這麼好 會不會是她經常去宿舍找她 那些水是前幾天煎回來的 不會,因為根據報告 大學花圃灑水系統 每個月才下一次殺蟲劑 而這個月下殺蟲劑的日子 就是Annie遇害的日子下午三點半 根據Cat這份口供 她在案發那天離開大學的時候 是下午三點半 她走去拿車的時候經過花圃 所以就沾到家有殺蟲劑的水 以及蝕了有蛇皮的泥土 再計算她由大學拍攝現場 最快要六、七個字 就是說她最快要四點四才回去 照這樣推斷下去 Cat這根本不可能下午三點至四點 這段時間殺死Annie 本來想要用這件衣服去證明 Cat這就是兇手 現在反而做了一個不再上證據 令唯一嫌疑反也斷了線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